民进党是因为洪建议被台北市政府提告 但是这两个小时不到的时间 洪建议他是连续两场的记者会来澄清 他说他坦诚门的确是他推开的 但是没有偷窃的行为 也跟民事无关 不过第二场的记者会的时候他又改口了 他说猫懒的确是有门户洞开的情况 他没有自导自言 如果说今天你们有人在那个地方跟我说 你不可以撞开 那我撞开或许就不对 我来的时候根本没有人 我一直敲门没有人回应我 也没有人回应我 所以我撞了两下 那个木板就掉了 掉了那我就手伸进去开 当然要提告是他们的权益嘛 对不对 但是如果提告不成的时候 你小心我提告你们反诬告 一口反咬师傅 对被指控自导自演 洪建议更不以为然 他说这是脚违犯的方法 我身为一个民意代表 我本来就是应该去主张 台北市政府有任何公安 有任何缺失的部分 我应该去主张让他维护 指出来 而不是让他们 就随为为家之罪 我不会把他管 关公什么脚违犯翻版 我像吗 洪建议承认一切都是自己做的 切割这和民事无关 所以星期五下午一点多的时候 我们就来拍了 在礼拜天 也就是昨天下午 记者来找我 勘验这所谓的弊案 所以我跟他说 有这个问题 要不要一起过去 台北市政府要告民事 我在这边真的对民事的记者 跟民事公司 跟民事新闻台 跟他们说个抱歉 拿出猫懒文宣 洪建议说 这就是他们偷的东西 监督市政却变成怯到罪 隔了一个小时后 洪建议再加开一场记者会 这回态度更强硬 门户洞开 这个是事实的门户洞开 你们不要替你们自己找合理的解释 你们应该去 针对门户洞开的问题去处理 笑出自拍的猫懒站录影带 大门明明敞开 洪建议从承认踹门 到繁咬猫懒站没人管 前后说法180度改变 唯一不变的是他坚称从头到尾都没有错 要喊是否法庭见 专星关陈文方唐宫南台北采访不到